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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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麼現在給各位介紹 Arduino配合Squatch 這樣子搭配 怎麼做這個 類比輸出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把 它的Arduino 類比輸出 第五角,第六角跟第九角 分別接到三個LED的正極 然後LED的 負極就接上電阻 然後接地 好,那因為 X4A它程式寫實的 只能用三個 類比輸出 所以我們就用這五六九角 來控制類比輸出 那類比輸出它可以控制 就是 0到5伏特 這中間呢 無段的變化 比如說1.2伏 3.8伏 這都可以控制 那我們就是 把程式 然後同時這個Arduino 它可以外接電源 所以我們一般 充電器 一般充電器的這種 9伏特電源或12伏特電源 它都可以使用 那我只要把它插上去 裡面的程式就會開始運作 裡面程式就會開始運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那個LED 我現在是用 鍵明 鍵暗 然後輪流 輪流亮暗 然後一起亮暗 然後輪流這樣子 來做一個 呃... 程式的設計 那這邊主要是給各位了解 它的類比輸出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LED 它會 它會有那個明亮度的差別 因為我們輸出的電壓是 一直變化的 一直變多 然後到5伏之後 就 往下降 就變少 它就會變暗 就這樣 就這樣子輪流的做變化 這個是Arduino的類比輸出 類比輸出的部分 說回來 那個時候 就這樣 再明亮 這還會錯了 我們也是